政坛焦点中二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籍候选人严宽恒 是来到了龙井区参加了后援会的成立大会 在有着台中火力发电厂的龙井地区呢 严宽恒是痛批这个中央制造空污 也批评民进党籍的候选人林静怡 她说在脸书上面如果早交勾头通过的话 中火要烧500万吨煤的说法是来威胁台中人 不过林静怡也反驳了说严宽恒不想要烧煤 又不想要反对天然气三阶 根本就没有中心思想 中央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籍的候选人 严宽恒到龙井参加后援会成立大会 前一天炮火猛烈的严清彪也有一起站台 但情绪没有那么激动 而在有着台中火力发电厂的龙井地区 严宽恒不只炮轰中央制造空污也批评对手 民进党籍的候选人林静怡之前在脸书说 如果公投三阶千零案通过 会有137亿度的电力缺口 要靠烧500万吨的煤来填补 是在威胁台中人 为什么是要台中市的乡亲 台中市第二选区的民众 来承担政府错误能源政策 来替政府擦屁股 对于严宽恒的批评 林静怡算因为接连参加公投宣讲活动 声音沙哑 但是还是回籍严宽恒没有重心思想 林静怡也说严宽恒一直拿海线 民众的健康问题来消费 但当立委时却没有推行过任何的相关法案 反而是自己有在二零一九年提出 肺癌智库的讨论议题 谁比较关心民众的健康 相信选民一定看得见 台中报导